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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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量看看能不能起假設 這是上禮拜延伸到現在很重要的一個內容 接下來我要跟同學提的是 所謂的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裡面最前面的一個很重要點是什麼 叫做研究計畫 什麼叫研究計畫呢 你看了一些文獻之後 然後你會覺得說 我有感興趣的 我感興趣事情我解決了 我知道說我主題就是滿意度 或者我主題是什麼 我的主題有了 主題有了以後 我開始找同學一起去看 看以後我找了很多文獻 我找了文獻 找完以後呢 我把幾個剛剛找的意義 把它找出來 我找出來以後 這只是去了解 到這個階段呢 這階段呢 是了解 然後呢 構思 了解構思你的研究 你去了解你想做什麼 你這一組想的目標在哪 想做什麼 叫他起來了 睡好久 那個誰 了解去構思你們要做什麼 好 確定了 因為你文獻也看了嘛 大概都知道了 然後開始呢 我們就要做 寫出一個叫什麼呢 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 這個研究計畫呢 見仁見智 很多種寫法 很多種寫法 很多種方式去做 以你們課本來講呢 是34頁跟44頁 你們呢 可以參考你們課本 34頁 44頁 34跟44頁 裡面有一些資料 那我們隨便上網看一下 我隨便上網給你看 好 好 我們來看看喔 假設我打一個研究計畫書範例 好 來 好 隨便一個研究計畫書範例 在這裡 大概是這幾項 背景動機 再來 研究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預期成果 然後有的呢 加上經費 有的 有的 加上經費 有的不用加上經費 開考書目 然後你看你們34頁 34頁 你打開來看 在計畫書內容裡面 包括什麼 包括 研究背景 背景裡面呢 括號有寫說 目標的陳述 第二個呢 研究目的跟方法 然後呢 第三個呢 是研究的對象跟範圍 第四個呢 是資料處理程序 第五個 研究報告中 章節的大綱 第六個 參考文獻 再來預期成果 計畫經費 可能遇到的困難跟限制 還有呢 參與人員是誰 這個書本上寫的 有這麼多 所以我說見仁見智 我如果再去上網看 又有不同的格式 那你可以按照 課本的這個格式 這是很重要的格式 另外呢 我剛剛說44頁 44頁在哪呢 44頁是說 研究設計的組成架構 你看那個圖 那個圖裡面呢 它就包括研究的目的 研究類型 研究干擾者程度 研究的衡量 測量 直化或量化收集 然後研究的母體 母群 抽樣 然後環境是什麼 時間是什麼 抽樣的設計是什麼 量化資料跟收集的方法等等 這些都是給你參考 這些又放在哪 放在研究計畫裡面的一個內容 好 你們可以把這個稍微做一個參考 下禮拜呢 我會把一個比較簡單的 而且能夠完整 簡單又能夠很簡潔 可以表達計畫的一個方式 給你們做一個參考 你們回去可以參考看看 然後給你一個作業 什麼作業呢 你們自己所那一組 所呈現的主題 你已經看過文獻了 你只要把你那個文獻 你把你那個文獻看到的部分 你用那個當作一個主題 你寫出簡單的寫出一個研究計畫 我不管你形勢如何 不管對錯 你嘗試看看 你嘗試看看 第三十四頁跟四十四頁 然後你隨便寫一個計畫 大概是一兩百個字而已 你就可以寫出來 當作一個作業 作業是什麼 作業是什麼 你們後面兩個 倒數第二個 什麼作業 知道嗎 不知道 好 我們把上禮拜所看的 依據已找尋的文獻資料 然後訂定主題 然後呢 參考 三十四頁跟四十四頁 撰寫 研究計畫書 或者專題計畫書 知 格式 格式不定 計畫 然後呢 格式自定 這就是我們一個作業 然後你放在哪 我可以 你不用教紙本了 你直接把它放在你的那個 e-portfolio裡面有一個分享 你就放在分享 我就可以看得到了 你們可以放在你們的e-portfolio的分享 你放在上面 我就可以看到了 我就可以上面去看你們寫的內容 當作一個作業 放在 的文章分享 主題就是 研究計畫書啊 你就這樣寫就好了 好 我當作一個作業 這樣子聽得懂嗎 因為我先不告訴你 它的研究計畫 的 格式 我告訴你說 網路上很多格式 你可以看 而且沒有絕對的標準 然後你自己思考 你看過那篇文章 然後你制定一個主題 制定好以後 你把它 我要怎麼樣做研究 我包括課本上所講的 有哪一些 原由啦 目的啦 然後呢 方法啦 然後預期的效果啦 可能遭遇一個困難啦 等等 你把它自己寫出來 簡單的寫出來 我都會覺得 有哪一件事 你覺得你怎麼做